江雪 唐柳宗园 千山鸟飞绝 万境仁宗灭 孤舟梭丽翁 独调寒江雪 江雪的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园 他在参加变法师拜之后被贬折到永州 这首诗就是他在永州做官时完成的 当时的柳宗园不仅所处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 还有人暗中监视着他的生活 可是柳宗园却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 他将生活中见到的美景写成了优美的诗歌 这首诗就是他当时的代表作之一 诗歌第一句描绘了一幅开阔的画面 放眼望去 阴沉沉的天空压得很低 落满积雪的群山中 连一只鸟儿的踪影都见不到 无数弯弯曲曲的小鹿在群山间若隐若现 上面却看不见任何人的踪迹 天空中还飘着雪花 山下江面上只有一叶孤粥 一位老翁披着缩衣 带着斗笠 正坐在船上 手持吊杆 独自在寒冷的江面上钓鱼 雪花洋洋洒洒地落到江中 天气真冷啊 可老翁却并没有离去 他的眼中没有江水 也没有雪花 只有他想钓上钩的鱼儿 或许这就是柳宗园想告诉人们的心里话吧 我就是那个老翁 环境恶劣一些算什么呢 寂寞与孤独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关心的只有我高洁的志向和品格 对于柳宗园来说 被扁永州算得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不过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 却可以算得上一件好事 柳宗园在永州陆续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文章 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永州八计》 这八篇散文描写了柳宗园眼中永州的景色 经过他的描写 偏僻荒凉凉的永州变得美丽无比 让人忍不住想要亲自去瞧一瞧 看一看 同时 这八篇散文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当时的柳宗园身处困境 却依然能去欣赏美丽的景色 写下优美的诗歌和文章 借用山水美景来表达自己高洁的志向 柳宗园这份乐观与对志向的坚持 不也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吗 请不 rah监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